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腰炫CP售后新动态 杨子张婉毅互换风格引发热议 最近 杨子和张婉毅的互动无意在娱乐圈掀起了一股热潮 腰炫CP因一次看似偶然的外套事件 再次走上了舆论的顶峰 引发了粉丝们的狂热讨论 杨子披上张婉毅的外套 这一举动仿佛无意间点燃了两人之间的 暧昧火花 让无数网友为之心动 那么 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两人的关系又是否真如外界所想呢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 杨子误打误撞地披上了张婉毅的外套 这件外套不仅是张婉毅的个人物品 更成为了粉丝们津津乐道的焦点 虽然看似只是一次小小的意外 但它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外套 而是象征着两人之间深厚情义的纽带 有人开玩笑地说 这难道不是偶像剧中的经典桥段吗 其实 在娱乐圈中 明星们的举动总是容易被过度解读 这件外套事件虽然看似普通 但也为粉丝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毕竟 杨子和张婉毅的默契 早在影评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而这次的互动 更是将这种默契 从剧中延伸到了剧外 每个人心中 或许都期待着一种 志同道合 的关系 而杨子与张婉毅的合作 无一完美地契合了这一愿望 两人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自然流畅 让人忍不住想象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处 是否同样如此美好 而这次的外套事件 或许正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证明 粉丝的热议 友情还是爱情 随着外套事件的发酵 关于两人关系的猜测 也层出不穷 一部分粉丝认为 这不过是好友之间的平常互动 外套不过是为杨子党风遮寒的工具 而另一部分则坚信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情感的象征 于是 腰炫CP的话题 再次成为热搜榜上的常客 有趣的是 网友们在讨论中 并未停留于事件本身 反而更关注杨子和张婉毅之间的微妙关系 有人说 友情发展为爱情 这在娱乐圈并不罕见 另一些人则表示 他们的合作中充满了默契 这或许就是友谊的最高境界 在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往往难以定义 友情与爱情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 尤其是在娱乐圈 明星们的互动很容易被外界放大 友情有时会被误读为爱情 而这次的外套事件 恰恰反映了观众对他们关系的强烈好奇与美好期待 张婉毅的身世风度 温暖的背后 在合照中 杨子的灿烂笑容和张婉毅宠溺的眼神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有网友调侃道 这完全就是偶像剧男主的标配表情啊 不少粉丝更是兴奋地指出 这可能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互动 而是张婉毅对杨子的特别关照 有报道称 活动当时室内温度较低 而杨子的穿着略显单薄 张婉毅将外套借给杨子 或许只是出于身世风度的举动 然而 在粉丝们的眼中 这一举动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大家纷纷猜测 这是否暗示了两人之间的某种特殊情感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有时很难一语道破 张婉毅的举动 或许只是简单的关怀 但也足以让人感受到 两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 这种温暖的瞬间 正是生活中最珍贵的部分 它让我们看到 明星们也是普通人 也有细腻的情感和真挚的友谊 这次的外套事件 不仅仅引发了粉丝们的讨论 也让人们开始期待 杨子和张婉毅的下一次合作 两人在此前的作品中表现出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次事件的热度 似乎为他们未来的合作 提供了新的契机 不少粉丝纷纷留言 希望两人能再次携手出演新剧 他们的默契和情感互动 似乎已经超越了迎评 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期盼 这种期盼不仅仅是对两人合作的期待 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合作的默契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而杨子和张婉毅 无疑已经在合作中找到了彼此的节奏 他们的表现 证明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而这也让观众 对他们的下一步充满了期待 或许 这次的外套事件正是他们未来合作的一个前奏 外套事件引发了大家对杨子和张婉毅关系的热议 但究竟是友情还是爱情 始终没有定论 然而 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 这次的事件 无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期待 不少粉丝表示 腰炫CP的魅力在于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 而这不仅仅是作为演员的合作 更是作为朋友的默契 这种情感 或许比爱情更为珍贵 因为它承载了更多的信任和理解 然而 也有一些人认为 两人之间的互动 不仅仅是友情 而是存在着某种更为深层的情感 他们的言行举止 尤其是在公开场合的表现 似乎透露出了一些无法言喻的情感线索 友情与爱情的界限 有时难以划分 但无论是哪种情感 杨子和张婉易之间的关系 无疑是令人羡慕的 他们之间的互动 充满了温暖和关怀 这种感情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都值得我们珍视 随着外套事件的热度逐渐消退 杨子和张婉易的粉丝们 依然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无论是新的作品合作 还是现实中的互动 大家都期待能看到更多属于他们的甜蜜瞬间 或许 这次的外套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它为我们揭开了他们关系的一角 而未来 或许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杨子和张婉易的故事仍在继续 而我们作为观众 愿意陪伴他们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明星的每一个小举动都可能成为舆论的焦点 而这次的外套事件 无论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温暖和美好的想象 或许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 在生活中能遇到这样一个 张婉易 是的朋友 给予我们温暖和支持 而杨子和张婉易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都为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 期待妖炫CP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也期待他们的关系能继续升华 为我们呈现出更多感动人心的瞬间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